4 3 we have ignition 火箭升空 美国油准号月球登陆器在8号发射 原本预计在月球软着陆 没想到升空没多久燃料严重外泄 美国睽違50年的登月计划 宣告失败 油准号已经在台湾时间19号清晨5点坠回地球 在澳洲东方南太平洋地区的大气层烧毁 NASA的阿提米斯2号载人绕月计划和阿提米斯3号载人登月计划 也因为推进器有问题全部延后一年 2025 2026年才能进行 只是对比美国登月计划频频失利一言再言反观劲敌中国 早在2020年中国就成功让嫦娥5号登月探测船着陆 长5号带着珍贵月球岩石样本返回地球 中国在登月任务上不断发展 还放话2030年前要送太空人上月球 让美国议员相当担忧 美国议员认为太空是终极的军事制高点 谁能掌握太空就能掌握地球 更别说中国已经在月球部署卫星 专家表示中共卫星建设有助于指挥长城精准打击能力 太空站也能成为太空作战指挥中心 登月攸关国安问题 美国绝对输不得 即便计划延后也有信心会成功 登月竞赛成为新的战场 美中东丽萍抢在对手之前 成为登月探测的新霸主 东上光新综合报道